家里是我的战场 选件战袍不过分吧 你 你怎么突然进来了 这里是我家 我想进来就进来了 你该不会是 想穿这种盖刀绞的家居服 来诱惑我吧 谁想诱惑你啊 你干吗进来啊 文君在帮我准备衣服 让我挑挑看 有没有合适的衬衫 那你慢慢选吧 我现在又不想找衣服了 你这表情是想干什么呀 我想旅行公约 我们好好说话行吗 在家里可以拥抱 新闻 他 现在是我的未婚夫 真的是你的吗 现在都什么情况了 敌人的号角已经吹响了 那就是你的 你这个是你的 陛下的 你自己先吹响了 这个是你你自己的 一个人 在心中的 这种 你自己的 肯定是你的 你自己的 想拆开着 喂 爷 小小姐 她走了吗 我跟你说啊 小小姐 出大事了 就在刚刚 有一个 这样 这样的一个女人 把她给接走了 她还说有什么紧急的会议要开 我呸 还说不小小姐一会儿打车去公司 我提意思 叶齿 小小姐你放心啊 皈依我是坚决站在你这边的 我们家小萌常常教导我 你要防火 防盗 防绿茶表 这一次 我觉得你们家小萌说得特别对 可说呢 所以 我们得 出招 哎 拿着刀 盘呢 没错 盘呢 小萌 她们人呢 去天忆开会了 那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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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这就给你吧 那我这就给你吧 那我这就给你了啊 上次的也没读啊 我还能谋杀千付补偿 那可不一定 话说老师缴难案例可都是情杀 放心吃吧 都不死你的 小萌 你说 我们俩是不是被抛弃了呀 我没被抛弃啊 为什么啊 我的老板是你不是吗 可是我被抛弃了 你离失业还会远吗 我不能失业了 公司才给我交了无限意见 可是我们俩唯一的作用 就是给公司增加一点人气 现在倒好 连凑人数都用不上了 不行不行不行 我们不能做以代币 我们得主动出击 就这样 你赶一下公约 你就说 不准温总接近业止余 你你你你你 不行 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那你就等着你的原则 将你的老温亲手相顺吧 好 在干嘛 我在看小元 以防她走上违法的道路 违法 你看看她的状态 竞争已经到白日化阶段了 袁大主 小元 小元 身心分离 魂不守胜 吃醋 我没吃醋 小元元 我们都是自己人 有什么细腻话 其实可以跟我们说的 你看我像那种 公司不分的人吗 你们两个天天关茶 我有饭吃啊 还不去暗活 暴躁阴露 性格突变 说自己了 我感觉她要黑化了 这下老板 给你领的是吧 出招了出招了 我会帮你的 不过有个条件 我会帮你的 我会帮你的 不过有个条件 你也应该知道 你对我有多重要 你也应该知道 你也应该知道 不过有个条件 你说了 放下过去 那我们都忘掉好了 一切归零 重新开始 怎么 你这表情不相信我 我觉得你变了 我就不明白 她到底有什么值得你喜欢的 因为她有天才少女的名号 还是因为她是原氏的大小姐 都不是 我喜欢的就是她这个人 好 我懂了 不过人是会变的 感情也是 从前你爱我 现在你爱她 将来有一天 你可能会再次地爱上我 这声音说不准 你能不能不要 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那是我的事 不用你管 怎么 你生气了 没有啊 我跟她在公司 聊了一下午工作 你就没有什么想法 你都说是工作了 那我支持你的工作 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可是未来在公司 还会遇到很多这种情况 你还会支持我吗 支持 你不吃醋 我反而有些失落 你真希望我吃醋啊 当然了 其实也不是不吃醋吧 那你可以改公约啊 作为我的特助 我不介意跟你细细打闹 肢体接触 还有拥抱和亲吻 又想套路啊 好好开车 注意安全 遵守交通法则啊 嗯 学聪明了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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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